表达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四点到四点半洗澡也没有问题 这里吃饭 吃完饭 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是吃完饭吗 其实因为你吃饭的时候 肯定是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的 对不对 就是这里其实可以不用写也可以 还有这里玩 玩也是 就是因为这个要求呢 最重要的是在你写你学习计划的时候 也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应该做到怎么样 就比如你在上课的时候要认真 你在做作业的时候 你要完成的正确率为多少 能够明白吗 好好明白 对很好 像这些后面的这些 就是要求这里就是可以不用写的 因为和你前面的计划的内容 看你前面计划的内容就能够明白 我们来看到下面的 下面是你星期五的学习计划 学习计划和星期四一样 起床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要求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 那么星主觉得这里听上课应该怎么改 这里应该怎么改 对没有听直接就是上课对吗 对很好 那么这里第一课是数学 我只听老师的说明 这里说明应该改成什么 我只听老师 我只听老师上课对不对 对 对就是你认真的只听老师上课 请注意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认真的听老师上课对不对 就是只只听老师上课 对 对 那么第二课是公民教育 听朋友的说明 星主这一句话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听朋友的说明是什么意思 是朋友在给你上课吗 那么这句话星主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星主这里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说听朋友的说明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是 你和朋友在一起讨论吗 在讨论问题对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就是你在和朋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这样吗 就是说听朋友的说明 就是老师没有讲课对不对 老师有没有讲课呀 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你写的是听朋友的说明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吗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和朋友像我和你这样两个人一起交流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写的是听朋友的说明 你写的听朋友的说明是不是就是像我和你这样两个人交流 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讨论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和朋友在一起讨论 讨论一个问题这样 对 对 对然后 第三课生物学 你写的是讨论以前的作业 是和老师 是老师在讲 你也是和朋友一起讨论吗 像这一个就讨论 和老师 和老师一起讨论对吗 对 对很好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 视频电话和你的表弟视频通话 聊聊天 因为我们很久没见面了 这里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请注意聊聊天 这里可以用一个逗号隔开 明白了吗 聊聊天 对对 然后下面做作业 做学校的作业 然后这里也没有问题 玩手机这里 上课上中文课 然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请注意要注意一些语句 语句的通顺 比如这里听可以不要对吗 这里就有一点问题 然后听老师的说明就可以写成 只听老师上课 这样 对 那我们这里讲完了 我们就继续来看到我们的第52课 在进入第52课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听力练习 我们来看到 新竹现在先来阅读一下 来读一下题 先来读一下题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读完了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好 好 说一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 好 我都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